我公司的交易平台 這個SP的平台 其實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價格 另外有個網站可以跟大家提及告的 我之前任由你們大家有介紹過另外兩個網站 而這個是第三個 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東西這三個最喜歡的了 你去這個網站來說 其實你可以免費地看很多外幣的圖 甚至上一些外國指數的圖 都可以不用錢在這裡看 最重要的東西是即時 剛才他們提及到一些人民幣期貨的產品 那些匯率的價格 其實這個不是香港加速推的那隻人民幣期貨 但是美元到人民幣的走勢 其實這裡都可以看的 你自己可以去參考一下 LatDenia.com的網站 都是一個不用錢的途徑來講 不錯的網站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有兩個 一個是香港的股票 一個是外國的股票 在你們之前的Part1那份 那些公司都有提及過的 那我不多說了 另外是想提及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公司的 那個SP的平台來講 剛才提及到莊家開價的問題 其實你遇到莊家開價 不會約的那些 你WiKate的麥克風 按要求報價 自己打回那個數量 是可以叫莊家開價的 OK 這件事要留意 萬一真的莊家都真的不開價 你可以打回我們的期貨部 盆房跟他們說一聲 由他們再幫你通知 加日索去叫海價 那這些門門事 我不想花時間講了 直至回今天的話題 那我要看著時間做事 那呢 嗯 今天想提及的東西 有新有舊 有些以前講過的 有些以前沒講過的 其中以前沒講過的 就是炒即使來講 三分鐘圖這件事的運用 那另外的 我之前講過的 那因為我自己 等一會所講的時間來講 非常勝之有限 那我講重點算的了 那 第一 你炒期指的 這個一定要講的 就是你要記住 你炒那件事 將contract size有多大 譬如你考張大期 大期五十元點的 當大使現在二萬千四十五十 你是炒價值一百二十七萬的東西 那按金的要求呢 家庭所是八萬多了 現在 那你是炒成十五倍的杠杆 那有 有很多人要問的問題 就是 究竟來多少個按金的安全 看你自己的 因為譬如你炒價值一百二十七萬的東西 如果你告訴我 你是做一個叫做長線求知的動作來講 那 你八萬多按金去炒 基本上九死一生而已 以我的經驗 所以來講 你如果是來足一百二十七萬來炒 就一定安全的了 那就不會有人這樣炒 那我會拿一個平衡的 首先你問你自己 譬如當現在大使二萬五千四 會不會退一半呢 如果它不會退一半的話 就是退到一萬多點 那其實你來市值的一半錢 即一百二十七萬的一半 六十多萬左右 其實都很穩陣的了 舉例子 你嫌六十多萬貴嗎 你不玩大期 你可以玩小期 小期的一半都是十多 就是又少點錢 那你是這樣 一路十多萬就可以讓你玩到了 如果是小期的一半 那是這樣推上去的 如果有些人喜歡聽我的參考 我呢 炒其子 如果我是做一個長線求知的動作來講 我合約價值的15%至20%去炒 如果我自己來講 OK 那你就自己參考 如果我是炒其子即時亂炒的 我通常呢 即時亂炒我預期注的注碼 但是按這個要求 我就會越窄一點 因為不對勁的話 可以隨時走人 那這些不多說了 那What is 其子啊 資源了你那些 不多說了 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這裡純粹說一說而已 你看其子圖的話 去我們公司的網站 那也是啦 去那個期貨的家庭平台來說呢 你是可以趕到 等一會 會提及到其中一些方法 去炒其子 那我再強調 我是甚麼人呢 你問我 明天有個大事升任地 我不知道 但重點是我會贏 贏錢 留下來的那些人呢 說真的 如果對期貨沒有興趣的 應該去到這一部分 那個人都走了 真是很老實 希望留下來的那些 就會認真去想 如何去操作那個問題 因為我是很著重操作的問題 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自己我做這行做了那麼久 沒有人 一定會知道 那個市場升任地 沒有可能 某一隻股票一定會升任地 沒有可能 如果那個人知道的 他很簡單 看中一隻東西 鱷言 問銀行借錢 借爆它 全部都放下去 發達 搞定 還洗澡 所以如果你還停留在這個層次系 只會問人問題 那隻股票明天升任地 甚麼時候應該止節 目標價位是多少呢 我想你去到現在這一刻 應該都沒有甚麼 我會保持著 整天可以贏到錢 而我的責任 可能會教人 如何穩定找到一些方法 教人中有可能輸的 我強調一件事 有可能的 但是長線你跟著run 贏錢 OK 那我強調一件事 就是找一個直播率 相對性來說 比較高的機會 指示位相對性來說 比較近的情況 去搏一個比較大一點的盈利 萬一錯了 指示就可以了 那你不肯指示呢 永遠都會輸 那為甚麼你怕指示呢 因為 你根本一開始入市之前 你都不清楚你的方法 行不行的問題 那當然教其他 其中一些方法 在我 那個 在SPA的圖表來說 其實都可以開到那些方法的圖 譬如以這幅圖來說 6月11日4月3日上午 那等會提及到 怎樣在這裏拿這張旗子上去的位置 那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那三分鐘圖 亦都是了 等會都會說到的 那你就去SPA的圖表等 等會都會開到的 那些廢話那些 我不多說了 甚麼叫陰陽粥啊 因為我時間很有限 我想直接帶下去重點 一 你等一會去到 講等一會的話題 有幾樣東西要懂的 最簡單 你起碼懂得 這些形態 認住三隻手指位 如果發現三隻手指拍完 中間那支粥 比左面和右手面那支低的 我當作一個叫做 短線的支持位 中間那支粥 比左面和右手面高的話 我當作一個短線的阻力位 這些形態 單獨用 一點用都沒有 但是在符合某些情況下用 保持著 可以很容易幫你 經常勝利到贏 留意著 還有知道甚麼叫陰陽粥啊 橫軀那些東西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大家會提到的 這些我不多說了 先說 如何判斷突破時的情況 如果可以判斷突破的情況 當你訂立了一個叫做阻力的位置 我要求的是兩個步驟 第一收市價 要收在那個阻力位樓上的 讀舉例子 完成了第一步 如果符合了第一步的要求呢 第二步呢 就是要升穿這個第一步的頂 在下面這個例子來說呢 第一支粥呢 收市價不是收在阻力位樓上的 所以我不當它突破 雖然最高位是升穿的阻力位 但是我不當它突破 因為我第一個要求要收市價收穿 它只不過升穿而已 沒有收穿 所以來說呢 我的阻力位就會由一開波 這個阻力線的位置 移到第一支粥 這個粥的粥頂 當這個位 這個阻力位呢 未來收市的收穿呢 我才會當成是完成了第一步 而這個例子來說 第二支粥呢 是完成了第一步的了 在第三步再升穿第二步的頂 就當成是突破了 第三個是一樣例子 如果一路以來 那一開始定立的阻力線 是沒有收穿 純粹是升穿而已 那麼阻力位就會由 一路一路退 退到直至呢 一開始定立的阻力線位置呢 最新的高位就是最新的阻力位置 我要那個位置是被收市的 升穿 完成第一步才當成是 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要這個位再穿 我才當是確認突破的 那麼這個位 等一會有很多方法 就會用到這些東西 大家要留意著 那麼 現在呢 這個舊的 以前也有說過 有些進階一點點的 時間關係我就說不到了 未來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這個2013年的圖來的 你純粹要留意著 紫色這兩條線 那麼你炒旗子 每個月都有機會 很簡單而已 如果市在紫色這兩條線 樓上的 看升 紫色這兩條線樓下看跌 那麼 有一個叫做初步印象 你看一看 準成度高還是不高的問題 純粹看紫色這兩條線 樓上看升 樓下看跌 未必會會贏的 每個月都有機會 但是 不是每次贏 但是你如果懂得操作的話 平均來說 平均來說贏面超過七成左右 七至八成 那麼 這個13年歷史 這個是14年 是的 15年 16年 17年 我給最新的看 最新來說 上一轉來說 上年年底的時候 我自己記得 市場大約 去到這些位 這個十二月 一月 今年年頭一月的時間 那個時候 全世界看一萬八點 的 我那個時候已經 唱完口了 兩萬八 不用說話 買貨 還買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懂得那些 就是有些 通常跟你說得大事 是怎麼說的 樂觀情況 就去到哪裏 悲觀情況 就去到哪裏 那就是看升還是看跌 不知道 但是我不喜歡 就是這樣 我很明確 大不了我只是紫舌而已 但是那一刻來說 我講得明白了 我已經買貨 全部坐上去 其中一個 我的信心 就是 突破了這兩條紫色的線 然後抽上去 很簡單 那麼這兩條紫色的線 是甚麼來的呢 那麼 首先 我的要求很簡單 推適 這條紫色的線 就是結算當日 每個月 最後的加日 就是結算日 結算日 的話 再加之前三天 前後四天 我自己覺得 是其子的世界來講 因為涉及到期日的關係 那些人一定要做 轉瘡的動作 所以每逢結算日 再之前那幾天 是一些轉瘡水平的高峰期 你不知道 大戶究竟是看星還是看跌 你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是甚麼呢 它在那些日子來講 在儲倉 去 部署 來著那個月的走勢 你就是知道這件事 所以策略很簡單 那個市 你知道結算日 再加千前三天 就是轉瘡水平為止 By the way 我平時用即月期指圖 計算當日 我是用下月的期指圖的 還有我只是用日間的期指而已 夜間的期指我不用的 你知道這件事的 市理論上在 那個轉瘡水平的樓上 你就更可能部署看星 樓下就更可能部署看跌 當然那句 兩部曲 你會見到 我這份屁股 寫了 那些 紅色的 圓形 圓形的 譬如 在上一個月 五月份 紅色的圓形的 這一天 收市的 是不是收在這個轉瘡水平樓上 紅色的圓形 再之前以五月為例 它最高位升到24695 這個位置的這支竹 它只不過升穿了轉瘡水平 就沒有收穿的 所以我不代破 但是去到之後來講 這一天寫著一這支竹 收市的就正正收在轉瘡水平 那個之後定立最高的位置 24695這個位置 完成了第一步 之後第二天 再督穿第一步的頂 就看升了 整件事很簡單 這個方法 六月份失敗了 你會見到 最近這個月 在這個轉瘡水平來講 錯來錯去的 所以這個月來講 坦白說 我都是比它錯了幾轉 但是來講 你看回過往歷史 贏面接近七成左右 通常一般省戶來講 它通常是這樣的 懶了 不肯做功課 見某一個方法失敗了一次半次 底下來講 就不會用的了 那下一次它永遠都不會贏到錢 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轉失敗了 反過來想 其實下一個月成功的機會率是相當之高的 我可以早就告訴你 但是有很多人通常都是這樣的 哪個東西就不會繼續用 那你永遠都贏到錢 就是這個問題 那你留意著這件事 暫時來講 如果你說對後市的看法 我都是那句 暫時我都是看兩萬八 但是在今時我傾向短線私回調 再向上的機會都比較大的 如果你懂得用某些期權的策略在底下儲貨 做縮扑的動作 收期權金 但是你要接貨是最理想的做法 但是如果市真的不跌的話 那我可能是錯的 下個月轉租水平突破了向上 記得一定要最高追上去 類似是這樣的 這個約率極度簡單介紹 這是舊東西來的 其實有沒有一些進階的方法 有的 不過今天時間有限就不講這個 我想集中講一些期指即使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最近的市場 說真的 你試著看 在這些位置上上下下 成交又不多 古標的 集中升在某幾個 其實要炒作的空間真的不大 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覺得 相對性來說比較容易炒的 就是即使其指 所以這次我就會說一些 即使其指的東西 即使其指 再說回 這些期權的東西我就不講了 如果知道 我這些都知道了 但我經常都在分行搞趕坐 那未來我的期 基本上都滿了 遲些如果你見到 我繼續在分行搞期權趕坐 你有興趣就聽 但是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真是熟悉了期權 的確可以大大增加 你求資的回報 但這幾版我不講了 因為接下來 除了我給加日所 基本上預約了我的期之外 另外有一間公司 Megahub 一些叫做收費的報告系統 也跟他合了一期去教大家如何炒東西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月我會集中說如何炒東西多一些 就多過去講期權 但是遲些如果你有機會見到你就有興趣就讀吧 我想說即是其子而已 即是其子來說 先說舊上時有講過方法 舊上時有講過方法 這個是今個星期的例子 因為我這個人不喜歡事由孔明 贏也好 輸也好 我也要跟你說 我不喜歡那些 贏了就拿出來跟你說 輸了就不認數那些 那我就拿了今個禮拜和上個禮拜的例子給大家參考 還有我未必逐個例子都說得完 那看吧 如果這樣 我怕我時間不夠了 如果今天有來聽得講座的 有來聽得講座 有來聽得講座 又在今天這個講座完之前成功是我們的客戶的話 那我叫你CES同事傳某些即使和轉裝水平的PDF版本給同事的email 好嗎 這樣 對大家有幫助 這輸就引了給你的 但有些更新的例子你們未必有 所以我們的客戶 又有聽今天的講座 我叫同事出到你的資料 他有你的帳號 有些帳號自然有你的email 除非你的email是錯的 那我就叫同事給你們一點時間 下個星期幾天之內 叫他們傳一個email給你們 給一個soft copy的版本給你們 OK 某幾版 最重要的那幾版 當然我不是全部傳給你們 OK 那你們自己去看 先講五分鐘圖 這個是五分鐘圖 剛剛過去那個星期一 那麼 十五分鐘頂底是一招我經常性用的方法 等就會講優化的版本 以前我經常性說的 就是期指九點十五分鐘開始動 恆生指數九點半開始動 所以期指比恆生指數早了十五分鐘開始動 你可以了解 那根據剛才轉了水平的道理來講 其實我就會假設 在九點十五分鐘至九點半來講 那些大匯來講開始在儲負 即是在make decision 判斷過市 究竟來講今天我想做星 還是看跌 OK 所以很簡單 你只要九點十五分至九點半 這十五分鐘裏面 你拿一個高位和大位拉一條線出來 就是指示你兩條線 那就是一個阻力和支持位 未來個市突破這條線就向上 跌穿這條線就看跌 那這個是一個五分鐘圖 換句話說 一支棍是代表五分鐘 那三支棍是代表十五分鐘 所以你會見到這兩條紫色線 就是這三支棍的位置 那你會見到 在五分鐘圖來講 這天是今個星期一的 到十五分鐘之後 第一支棍來講 是升穿了紫色這條線的 我不當穿的 你記不記得我的原則 我是說收視穿的 那所以你會見到 直至六幾個時 那一份六四有寫的 魚圈寫著一字那個 就代表符合我的要求的第一步了 那這支棍是收視的 收穿了 那個寸張 在頭十五分鐘 這兩條紫色線 之後的最高位 你要找到之後的最高位 那收穿了 再穿 這天的走勢就看上了 那很輕鬆地 就賺這圈的 剛剛過去的那星期一 那這裡有放大的版本給你看 就是紫色這兩條線 收視架 這個第一步 這支 收穿了紫色這條線的頂位 接著第二步 再督穿為頂 就當提升 就變成了 我捱你住 但是這個方法來講 我教了大約十年左右 我發覺有很多人都沒有用 近來開始多了人用 跟著呢 還有近來的事 時候看一幅圖你就知道了 是這樣牛皮的日子很多的 這個你某程度上 是一個叫做趨勢性的策略 在一些趨勢性的策略來講 如果遇上這些這麼牛皮的事 近來 失敗機會率是高的 所以近來你純粹用這一招 不夠勁 為了應對這個情況 破例 我有很多招 就說多一點點給你看 另外一招 我就會用的 就是開幅三分鐘圖 三分鐘圖 三分鐘圖 故人之二一支棍是代表三分鐘的意思 如果頭那十五分鐘 就自然地三四五 就是五支棍 那三分鐘圖怎麼開 剛才SP 我騷擾過 你的屋士也有的 教過你如何騷擾三分鐘圖 有得看的 騷擾完之後 那又是了 你說最簡單 那個步驟也是 跟著我剛才所說的 最原始的版本 利用三分鐘圖 收視覺 收穿 這個轉光水平頂位 再突破向上 就提升了 這個最簡單的做法 跟剛才五分鐘圖的一樣 那這個禁蚊只有一個矯點 但是 某些情況 燈就再收 拿你的屋士有的例子 就拿這個放大一點 星期三 有一天 OK 這天的例子夠大 這一天 夠大了 我只剪了上午的圖 這天發生了什麼事呢 星期二那時候 星期三凌晨那時候 這個時間 MSCI公佈了立日A股 那通常來說 我很多時候 就會利用這些即時圖的判斷 去視乎看升級 因為利用這些策略來說 在某些情況下 尤其是一些特別重要的消息 成功率是特別高的 那如果我利用過往五分鐘圖的方法判斷 知識是這兩個阻力和支持的 第一步 收視覺 收穿 這個 知識這條線的定位 完成第一步 寫著一字 第二步 再督穿第一步這個頂位的話 扎 立刻重照 總之我都一定要跟你說 我不要只說一些壞的東西 但是我有個方法 三分鐘圖 就會教你用 這個是三分鐘圖 這個寫了五分鐘 其實是三分鐘圖 這版你律師都有的 就是說 用了三分鐘圖之後來說 都一樣畫頭那十五分鐘的頂底 另外加多一樣東西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三隻手指位的位置 畫了這三隻手指位的話 三隻手指向下代表支持三隻手指向下代表支持三隻手指向下代表阻力 因為傳球低位25409比左面低 比右面低的 就符合我剛才說的那個短線阻力支持的位置 那我就教一個方法 就是在十五分鐘圖之後 你就找一個短線阻力支持 這兩個位置很重要 那個市突破這個位置 邊邊那個市就走邊邊 所以來說以這幅圖為例 你就會找到 要走十五分鐘之後 要找這個阻力支持位置 接著收視的 收穿這個阻力 再突破向上就爆了 就很容易抓到這一串 那我見他們的眼神不斷催我 那你自己留意著 這個方法 我再強調 比如說頭那十五分鐘之後 開三分鐘圖 找一個阻力和支持位置 阻力不就叫三隻手指位 我教過你 再加收穿升跌穿 你基本上 如果我看回 我這幅圖我結束了最近那十天 我大約十天來講 就好像大約一兩天是做不到的 印象中 八天來講 不是打和就贏錢 夠玩了 OK 那你問我之前 我知不知市升聰跌 不知道 但是我會贏 而我所謂贏錢的重點就是 當市場出現了某些訊號 然後我就做相應的措施 以最新昨天的情況來講 牛皮是不能進入市場的 我印象中 譬如以星期四的情況來講 這個星期四 收市格 收在你玩一個阻力位置 突破向上 也是會抓到這一段 那這個是 以前沒講過 可以講給你參考的 那我只講就沒意思了 那我也是那句了 今天如果有聽港座 而且又是我們的客戶來講 那我會叫同事 傳一個PDF版本給你們 那你們可以細微去慢慢研究一下 那有問題的 就等一會你自己出來問我吧 因為他們要交場 那我就講到這裡了 OK 謝謝Marco 辛苦了Marco 說得很趕急地教大家怎樣去贏錢 時間所限我們都要交場 再次就多謝Marco 那各位呢 如果就未是抽獎的話呢 那等一下拿回那個問卷 問卷就在門口 那我就交回我們的同事 同時間就可以抽回金色的利是 利是裡面就看看有甚麼禮品 最高的那份禮品 有1000元的超市現金券 再次多謝大家 今天秋空出席我們的講座 多謝大家 Thank you 謝謝